谢谢佳河老师 然后谢谢今天陪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 做了一整天的各位还有线上的朋友们 那我们刚今天一整天听下来 已经听到很多我们现在已经在做的事情 以及未来台湾积极要推动的事情 还有国际上想要推动的事情 那在这边我想请大家 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闭上眼睛 一下下真的 然后想象一下我们今天听了这么多的东西之后 所谓的永续未来我们未来会看到什么 你有想象到像是城市里面的光电板吗 太阳能板或是更多的风机 或是上下班巅峰时间上下班 站在马路十字路口的时候 没有那些汽车排出来的臭味 不会满脸脏污 一切是不是感觉都比较好像干净 然后比较多绿色比较多蓝色 好请大家张开眼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到 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就是我们有刚刚讲的滤建筑 然后我们有再生能源发电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也是现在很夯的一个市场 电动车 那今天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果我们依照我们现在的进程 还有我们现在供应链的模式 现在企业营运的模式 继续往下走的话 我们这样子的未来会建计在这样子的现实上 这是我们我三月在印尼拍到的照片 所以时间很近 这就是right now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印尼的涅矿工业区 简单讲一下涅矿其实就是电动车最主要的元素 离电池最主要的元素 它也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电网啊等等 要供应再生能源的重要元素之一 它是不可或缺的 那这是印尼的涅矿工业区 它在大家可能左下角这张图 想像是一个工业 听起来是工业区 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村庄 小朋友就住在那 我们大家 我们现在人就在这样的环境生活 那我们现在看左下角这张图 好像是脏水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河水 然后我是亲眼看到小朋友在里面洗澡 洗衣服 然后右下角那个 它的燃煤发电厂跟小学离不到200公尺 然后这个燃煤发电厂呢 是台资企业的发电厂 有没有觉得好像一切都迁回来 跟我们其实也蛮密切相关的 那简单的跟大家 报告一下 就是涅矿的供应 根据国际能源总署2024年5月最新的报告呢 会在2040年之前翻倍 因为我们需要电动车 我们需要电网 所以它的用量会非常持续的增加 其他critical minerals 更有那种翻六倍的 所以涅矿其实只是翻两倍 而全世界的最多涅矿资源的地方就在印尼 不管是它的矿产本身 还是矿产要真的之后要变成锂电池可以用的那个 也练的那个过程也在印尼 好 那今天提这个案例子来 不是要跟大家说 太可怕 我们不要禁令了 不是 是要跟大家说 当我们在想象永续的未来 我们在讨论永续的未来的时候 我们真正的永续到底是什么 我们是要如何做得更好 才能让我们刚刚看到那张蓝蓝绿绿很干净的画面 不是见机在现在这个刚刚那张很脏 然后你我都不会想要住在那个环境的那样子的现实中 想要讨论的是这个 第二个问题是 现在欧美国家 尤其是欧盟 已经关注到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他们用了一些有法则的印法 想要来解决这些问题 而台湾却还没有积极赶上手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应对呢 好 那我今天第一个会先介绍 刚刚非常多先进都有提到的CSDDD 然后接着会带来一点台湾的反思 首先CSDDD呢 欧盟企业永续禁止调查指令 它已经正式通过了 它接着会在20天后就会生效 所以台湾的企业会被管到 那CSDDD为什么这么重要 为什么大家都在谈 因为它的影响力遍及全球 首先大家直觉可以知道 它一定会管到欧盟企业嘛 针对欧盟企业 员工人数1000人以上 而且是包含兼职员工哦 然后全球的经营业额超过4.5亿欧元 就会被规犯到 而非欧盟企业 也就是说台湾的超大企业 也会被规犯到 而且是没有员工人数门槛 只要你这家公司 在欧盟境面产生的年进营业额 超过4.5亿欧元 你就会被直接列管 直接列管意思就是 你不做它像你做的 就会可能会被罚钱 甚至会被告到法院上 会面有法律责任 简单讲 CSDD接下来会分阶段生效 因为它是一个指令 刚刚有提到 各国需要国内法化 所以它最快最快 会是2027年生效 那接下来最终最终 会在2026年 sorry 2029年开始 适用到我刚刚讲的 那个门槛内的 所有企业都被适用 那想特别提到的一点 是企业集团的母公司也适用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最终 一个集团的最终母公司 但是你其实没有符合到 这些门槛 因为其实这些门槛很高 但是因为你是集团的母公司 只要你集团整体而言 有符合这个门槛 你就会被直接列管 好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没有办法 具细民意的跟大家报告 CSDD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我会就这五点 我觉得是和台湾的 现在的现况比较不一样 我们可能需要做出 比较多的政策 或法规改变的 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公司必须对全球的活动链负责 活动链 但我们会觉得 好像没听过 我们有听过供应链 刚刚提到很多价值链 活动链是什么 简单报告一下 这个 现在上面这个就是 CSDDD的框架下 大家 公司必须要去低 去做净值调查的范畴 就是公司本身 子公司 这个大家都很好理解 还有活动链 Chain of activities 活动链到底是什么 它其实简单简单的理解 就是全部的上游 你的公司本身 全部上游 你的供应商 跟部分下游的商业伙伴 那其实会有一个 这么奇怪的规定 是因为在多方角力的状况下 他们做出了一个妥协 就是民间当然是 最高标准的主张 要价值链 那企业觉得 哦不要不要 往下的客户 你不要管那么多 供应商就好 那最后呢 我们就妥协出来 所谓的一个活动链 以刚刚那个链矿 电动车为例好了 中间假设 我是一个锂电池厂商 我的上游 就包含链矿的开采 链矿的冶链 还有因为能够野炼链矿呢 会需要很多热能跟电 那些煤矿的开采跟运输 都会算是你的上游 下游会有谁 会有你的汽车制造商 或是大家熟悉的Ford 其他的那些大的汽车品牌 都是你的下游 甚至离电池用到 可能几十年或二十年 不能用了 电池回收也是你的下游 而海运公司 也会是你的下游 但是但是 要被CSCDD管道的 只有这四个中 只有海运公司 就是与运输 分销 还有储存相关的商业伙伴 才会被直接规范到 就是你要抵他 好 再来回去 几个重点 第二点 刚刚也一直有提到的 公司必须在落实人权 与环境境值调查过程中 和利害关系人 进行有意义的沟通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尤其你们企业们 在做永续报告书的时候 每一年都要做 但是 有一个重大的不同是 利害关系人的参与 必须持续发生 不是在每一年 要做永续报告书的 前那几个月 开始发问卷 不是 他要求是 你从举例来说 你要开始 进入一个新的市场 你要评估 你的行为 会不会对这个地方 有所影响的时候 对劳工有所影响的时候 你就要去跟 利害关系人沟通 你发现 我真的会造成风险 我可能要有一些 相应的措施的时候 这些相应措施是什么 也要跟利害关系人沟通 所以就是整个过程中 利害关系人沟通 都必须持续发生 第二个重点是 除了公司主动辨识的 利害关系人之外 你必须设置一个 申诉机制 或是有些人 只是叫它 notification 就是给一个提示的一个机制 那个机制是要能够让 我自认我是你的利害关系人 你不觉得 可是我自认我是 然后我有看到一些 可能的风险 我必须能够透过这个机制 来跟你 提醒你 或是来跟你申诉 这和台湾的情况蛮不一样 因为台湾现在 比较常处理的是 公司我自己去认定说 股东 投资人 劳工 或是哪一些社区中的 哪一些人 是我的利害关系人 但是欧盟要求 不不不 不只是这样子 你还必须设置一个机制 让大家可以去主动的跟你沟通 再来第三点 资讯透明度 这个我想大家都已经 应该是蛮熟悉的 不过重点就是 你必须要提供完整的资讯 你不能漏这漏那这样 全部都要给 再来资讯请求 资讯请求 可能会是台湾比较不熟悉的 台湾熟悉的就是 主动的 我公告在我的官网上 我公告 我用透过年报的方式 公告给大家 股东会的时候 公告给大家 我想要提供资讯 但他 CSDDD的框架下是说 当一个利害关系人 认为 你有资讯 我觉得跟我有关 需要给我 而你没有给我的时候 我有权利要求你给我 当然他也不是说 公司你一定要给 公司是可以拒绝的 但是你要拒绝的话 你要提供明确的理由 要白纸黑纸写出来 那你就可以想象 在CSDDD这样子是一个有强制 有应罚的一个框架下 到最后如果你走到行政机关 或走到法院 你这份拒绝的理由 到底成不成立 一定会被翻出来检视 好 没有时间讲太多 到底厉害关系人 还有什么样的细节 那提供先两个 大家可以参考的一些 相关事务守则 其实我今天有希望能够多点时间讲 到底要低什么内容 因为这也是我们在跟公司 和政府沟通的时候 一直被问到的问题 就是人权这么广 环境这么广 到底要低什么 但是坚证没时间讲 简报先提供给大家 然后我们之后再 有机会再多交流 然后再来 我想讲的是第三点 除了在CSDDD的义务下 公司不只是要做调查 我觉得可能因为翻译的关系 很容易理解是调查 但刚刚其实早上 简理事长凯伦律师 也有提到说 他还有管理的那怕 就你不是做完调查 知道风险大概是什么 好 我们就这样结束 你后续必须制定 一定的因应措施 而且你是要去滚动检讨 你的因应措施有没有用 所以不是说 我写出来 我觉得可以这样操作 公布在年报上 公布在永续报告书 我的义务就完结了 不是 你必须定期的去看 哦 它是不是真的有效 我的厉害关系人 对这些措施有什么样的feedback 这些都是 CSDD义务下 框架下规定的义务 OK好 再来 第四个是有关 你不做会怎么样 最高可以罚 年营业额的5% 然后最 如果你是因为 未履行 竞争调查义务 而造成侵害 像刚刚讲的 真的会被给告上法院 是会有民事责任的 第五点 我觉得这非常符合台湾的脉络 就是大家一直在提的 哦我们是一个出口导商国家 我们90%都是中小企业 怎么可能赋予中小企业 这么高成本 高人力高资源的一个义务呢 那其实CSDD里面有强调说 这些直接被列管的大企业 有义务要协助跟辅导中小企业 去落实所谓做禁止调查这些事 在某些特定的状况下 例如我大企业要证明 你真的是像你说的那样做 我要你做一个第三方认证 那个认证的费用 会是要大企业出 所以它其实有这样子相关的机制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再去讨论 在台湾的脉络下 应该要怎么做 好时间快没了 扣回今天近零的主题 气候转型计划 其实刚刚讲了非常多 这个呢 它就是要求企业要制定 还有落实气候转型计划 然后要确保你的公司的营运 商业模式符合 巴黎协定1.5度C以内的规定 它其实写得蛮具体的 包含现在台湾 公司多数都有做的 2030的减碳目标 但比较没有的是 2030到205年之间 每5年都有目标 再来你不是承诺就好 虽然刚刚我们有听到说 全球2000大的企业 百分之六成都已经有进行承诺 但是承诺是不够的 承诺之外 你还要具体的说 我是哪里要减碳 我要用什么样的科技 我是什么锅炉 要换什么电炉 这是要明确的写清楚 才可以 最后 再来 刚刚有提到 转型非常的贵 所以企业必须能够在 它的这个气候转型计划中 提出说 我的这个转型的资金 到底是哪里来 我觉得这也是能够让 不管是投资人 还是厉害关系人 去审视说 你的气候转型计划 是不是有心要做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要件 好 就计 不多讲 但是重要的就是 大家要知道说 在CSDD的框架下 就计不限于财务赔账 我不是说 侵害了之后呢 我量化一下 到底多少钱 赔钱给你就好 不是 它非常一个重要的核心价值 是希望能够要求公司 能够把你侵害的环境跟人权 恢复到侵害之前的状态 当然这非常困难 但至少大家知道说 这是核心价值 所以不是说造成侵害 你赔钱就没有事 那其他还有些司法障碍排除 我真的没有时间多讲 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刚刚大家都有提到的 就是印法 现在其实是一个国际上的立法趋势了 就已经生效的 那个禁止调查法来说 好 时间到了 已经有这么多的诉讼哦 这还是欧盟指令 还没有开始生效的状态下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这么多了 而且它牵动的是世界各地的事情 好 一分钟 对不起 台湾的现行制度 其实刚刚很多伙伴都提到了 总归一点 其实我们在做的 不管是已经生效 已经在推动的 或是即将要开始推动的 都是着重在揭露 但揭露一个问题就是 它不是执行 像刚刚有一位先进 也有提到说 像是TCFD 有做很好 但是其实即使有做 你没有真正减碳 会怎么样吗 目前状态是不会的 所以我们想要看到的是落实 而透过CSDDD 这样子的一个净值管理 操作的方式 是可以要求企业 你除了写出来 我想要做什么 你要真的去做 不然就可能会有违法的问题 好 最后一个台湾因应两个建议 第一个是台湾呢 不管是为了人权 为了环境 为了净零 还是为了产业竞争力 我们都必须要尽快打造出一个产业环境 是大家都熟练 所谓人权与环境净值调查制度 要怎么做的 那刚刚提到经济部已经提的 企业与人权禁值调查指引 这个其实目前是草案 我们已经做过一些厉害关系人的沟通跟资讯 希望尽快可以公布指引 加速企业的辅导 再来就是要制定应法 这样子可以在亚洲地区稍微有一些领先 其实日本跟南韩都已经提出了相关的应法的草案了 但是大家如果可以想象 如果你是一个欧美品牌商 然后你要跟亚洲地区的公司做生意 一个已经会做切语人权禁值调查的公司 一定会优先于到现在还不会做 你要花钱去交它的公司 所以这对于产业竞争力也是有帮助的 最后国家联络处 这个其实民间也倡议了多 蛮好一阵子了 然后我们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所谓的national contact point 其实就是比较OEC的规格 它基本上就是跟所有利害关系人持续不断的更新跟分享 有关切语人权还有禁止调查的相关问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 它可以提供全球各地海外的受害人 或是受影响的人来这边提出一些相关的申诉 这个需求不只是为了像是可能民间团体 或是利害关系人可以得到救济 这个对产业来说也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在很多资讯不透明的状况下 公司其实不知道我在我很上游上游上游的地方发生什么事 可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管道 你可以得知说 原来在我的可能第四阶供应商 有发生什么样的重大的问题 是我本来不知道 而我需要有一些相关因应措施 不然有可能被罚 所以我们也认为 这个即使是从产业的角度 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都非常重要 好不好意思耽误了时间 谢谢大家